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枪三人行 每次见到王蒙老师 我都特别的感慨 咱们都是很久才见一面 这一次尤其是我跟徐老师 我就更感慨了 我们两个年轻的病夫 人家王老师70多岁 惭愧 老当义壮 没有 我也病夫 从身体的各方面来讲 都比咱们年轻 所以我今天一见面就说 我说徐子东已经变了一个人了 我们一年多没见 成熟了 成熟了 装支架就叫成熟了 你淡定了 你淡定了 他成熟了 但是得了心脏病不敢激动 不敢不淡定 不敢不淡定 但是你看我总结王老师这健身经验 基本上跟什么呢 游泳有关系 他老是在北戴河游 你知道吗 再有一个当然是这个心态 我是研究您的健身经 我要能去北戴河我也游泳 他真是属于那种叫什么 困了就睡觉醒来就微笑 也没有 其实啊 就是表面上是这样 表面上是这样 实际上呢 我是什么呀 我很容易急躁 也很容易不愉快 但是我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不存事 比如我不愉快吧 我想我这一辈子不愉快 超过36小时的 就是几乎是没有 那是本领 比如这个24小时内 是吧 我很不愉快 甚至于一晚上都没有睡好觉 但是到了那个36小时 我已经困得不行了 要效超过36小时 也对了 对 我能做到这一步 这是了不得呀 这不是 这是能置心呢 这是能置心呢 谁像你看 往往一个人心里有点 一个什么事情啊 我就觉得啊 所以有时候得病啊 也是一个坎儿 因为病啊 你才能够放下一些 你早该放下 但是你放不下的东西 你说徐老师对这个 最有体会的 有体会 有体会 不过就是我 我碰到 我的一个感受就是 我接触我碰到的一些 老十辈的作家学者 这个年纪大 我不只羡慕他们年纪大 我就是羡慕他们年纪大 然后脑子还可以这么清楚 很多人都认为说 年纪大了以后 我就锻炼锻炼走走路 吃的素一点 这样身体好 不见得 我看他们都拼命在动脑 他们都不断在说话 但是他还能够这样啊 你看黄某是一个例子 我自己的老师 钱古荣是一个例子 他90岁了 你去跟他事情 清楚啊 徐忠玉 90多了 那简直你看他现在讲话 对我们对他 我们差两倍了 我们在这里谈什么年龄的问题 他们什么事情都经过 但是他每天文学文艺理论研究的本杂志 所以都搞出他自己看 90多岁了 所以搞出他自己看 所以我这点真是 不知道这一老一代的人 我是觉得一个就是脑子你得用 我可以设想一下 比如说这个我早已经 今年很快就满77岁了 如果我每天就是自个儿这么待着 坐着看看书院看看什么 那也是一种境界 这个叫什么呢 百年之待的境界 对 什么笑看 什么云 云起云 云卷云书 对 可是你想老这样 他不可能不犯傻 是吧 还有一个我觉得这是我最近的新体会 新发现 因为我去山东 山东一个朋友就跟我说 说到一个老人 而且也是大学的一个教授 说他特别好斗 他已经80了 但是动不动他要告状 动不动要反映意见 动不动要写信告状 动不动要找到什么领导机关 什么什么衙门口去 到那以后你不接见他 我不走 我坐在这 上午一上午没人接见 我回去 中午回去吃完饭 我下午又来了 他儿子呢 而且还是当地的一个 一个中 中低的一个领导 反正还算一个领导 说后来这个省里的 有关的部门呢 就找他这儿子 说你这爸爸老是把我们这儿告状来 说你这个 劝劝他 让他老是要告状 对他身体很影响也不好 给我们这个日常工作也带来很多困难 这些事也不是马上他一说就能解决 你猜他儿子说什么 说什么 说你要不让我爸爸告状 他活不了了 他憋死了 没错没错 所以有的人他就是以斗为钢 强身健体 不是 不是就是你说这个 说心态好 没错 他是不是也算心态好 我跟你说很多伟人身上 有有这个现象 伟大领袖 伟大领袖是这样 很多伟人身上 我是看过毛主席警卫员写的这个回忆录 回忆录 就是毛主席当年呢就是在战斗的时候 或者在斗进行斗争的时候对吧 身体状况一般很好 但是只要一不斗了便秘情况很严重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这个一打仗啊 一什么 他有某种兴奋 他对自己的经历有一种调动 所以这个对对人生啊 对这个什么养生的理解啊 一定要全面 没错 所以这个养生我现在发现呢 叫什么呢 因人而异 每一个人的体质啊 每个人的体格啊都不一样 甚至我现在就讲啊 就是说很多很多 包括有钱的人 就说哎 咱们尽情玩着 哎我花钱找一大夫 天天就负责我的健康 那么我什么 后来我就发现啊 听见的不饶饭了 就没错 没有一个上帝的 就是你找不到一个大夫 他能包办了你的健康 国家专门一个医疗小组盯着你 照样子 甚至同一个保健品呢 你吃有用 他吃没反应 我现在慢慢觉得啊 你要真养生啊 你就得自个琢磨你自个 对 这个试一试 那个试一试 甚至有的老头练气功 他有反应 他对他健康有好处 对吧 另外可能就不合适 他呀 你要玩每个人自己不一样 有每个人都能最后 找出一个我这么着 对我好 是不是 他这个我我个人的体会什么 就是说世界上的很多事啊 他不是一面理 确实他是几面的理 辩证 比如你应该乐观 这对 说我乐观的什么程度呢 像您说的 是吧 一累了就睡着了 然后一醒过来就开始微笑 一天微笑了14个小时 一直到晚上 这人有也是有毛病啊 是不是 起码他犯傻 有点傻了 他犯傻 所以我一见你我就先笑 这个你看这也不正常 没错 反过来说呢 说这人好斗 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 说他就永远这么斗下去 也推累的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一个理想的状态 应该是一个能放能收的状态 但会不会想很多 比方说人到一定的时候 会不会想很多就是 我这一辈子是怎么回事呢 会 我这一辈子到底做了些什么呢 而值不值得呢 写出来了 值不值得呢 就是我请教王老师 就是说你会不会 常常会不会想这些事情 然后会觉得 哎呀我有哪些事情 我是无法弥补了 我是一直没做到 回首往事的时候 我实话实说 我常常想 但是常常顾不得想 就是我手底下呀 还压着活呢 您说您现在就先 先把这活撂在一边 先去想 哎呀那件事 是不是哎呀 又不可能沉浸在 这种回忆啊 掂量啊 或者是重新设计啊 这种可能性很异 您现在没有什么时间去回忆过往一生 有时间 我写书啊我干什么 所以我得回忆了 我该回忆了 我该回忆的 但是他的状态很特别 我觉得王某的状态不一样 他一方面在回忆 但他也并没有话全说近 但他同时呢 他前面有那么多事情在做 他与时俱进啊 他是严肃文学的代表作家 可是他畅销书的榜上都有名啊 他一直忙 他跟什么郑渊杰啊 什么排在一起啊 是韩韩啊什么 他的收入是一年上百万吧 是吗 我不知道真假啊 人家统计的 那你很少有一个作家 就说原来作协系统的 这么重要的一个主席副主席 现在又在作协的畅销 就是那个图书的畅销榜上 他是一个特例 我看到更多的例子是 你比方说金庸吧 金庸前两年到我们学校演讲 我们跟他一起吃饭看话 你看他 他的一个整个感受就是说 我要给自己一个定论了 就是说我写了那么多东西 他不断地修改 另外他非常在乎 人家怎么把它放在文学史上 是吗 对啊 他你想他跟我们念之在之的讲什么 讲禅血是什么 就为什么禅血这样的小说是重要的 什么禅血我不太知道 你不知道禅血是一个年轻的女作家 禅血 现在也不是太年轻了 他写的小说被认为风格是比较有点奇怪的 但是有很多评论家注意 那金庸呢他就想你们怎么注意这样的作家 而把我归类在另外一类的 就他我发现他就是晚年就是有一个焦虑啊 或者怎么样就是要把自己有一个总结这样 我觉得这好像是一种常态 是不是这样 应该说是 我从我个人来说呀 我觉得呢 我有 我做了很多我想做的事 也有很多事我没有做到 但是呢不可能什么都做到了 所以我也不 那种焦虑感确实也并不严重 说多么满足 或者多么牛气 也完全谈不上 我有什么可满足 有什么可牛气的 是不是 但是呢我每天要做的事情 手底下要做的事情很多 我现在经常是警告自己啊 就是说你要不服劳也不行 你太服劳了固然不好 你完全不服劳行吧 是不是 你力气已经没有那个劲 没有那个劲 比如你刚才说这游泳 是吧 我前年游泳达到一个高潮 我在海里头 每次都游一千一百到一千二百米 去年呢我就是游到一千米的样子 今年我就是七八百米了 我就肯定 也许再也跳登不了几年了 另外有些老年性的疾病啊 比如说我听力在下降 有感觉 在这不明显 在这咱们说好 这我还都听清楚了 要是换一个环境 比如说我看这个电视剧 这电视剧里的话我经常听不清楚 我老得问老得问别人 对对对 有时候听电话也听不清楚 个人大差 是是是是 视力的下降就更更明显 我就是我说这些事没有意义了不用 因为咱们这也不是不是这个这个医院 我只是说明这个人的体力的衰弱 年老生病 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能够就是我想来想去我还到现在为止 我还没有找到就是比比这个庄子讲的好的 就是这个这个你说的大块呀 大块 对 这个 夹我已生 是宰我 夹我已生 是吧 老我已生 是吧 老我已行 不是 夹我已行 老我已生 义我已老 这个 稀我已死 我们是自然 善无生者 善无死 就是我们要善待自己的生命 也要善待自己的死亡 那现在的咱们今天先不讨论善待死亡 因为目前没有暂时还没有这个征兆说是 马上要要如何如何 但是呢 能够做到这一步的 就能做到庄子这一步的 这个外国人就是达芬奇 他讲圣与死 他说 达芬奇怎么讲 他就说这个死是勤劳的一天 带来愉快的睡眠 勤劳的一生带来安宁的死亡 这跟乔布斯讲的是异曲同工 乔布斯讲的是新陈代谢 就是死亡是人类最大的一个发明 不是最好的一个发明 就是清除掉旧的 让新的能够来 那个 这个石铁生呢 在他 因为他有病 他很悲剧 但是他呢 也有很多这种心平气和的说法 他说死亡呢 是 是人的一个圣典吧 他大概是这么说的一个事 他说但是呢 对他我们不必太急 是不是 不用着急 为什么他说是圣典呢 因为一个人在没有死亡以前呢 他的生命都是不完整的 是不是 您不说你没有完成 已经拥有了你的完整的 对 对 没有盖棺了 你生老病 你还有一部分 你还没完成呢 对 如果你完成的比较好 是吧 心态比较自然 能够比较这个 这个讲法倒是受启发 就是他把生命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东西 而把它是一个必须 就好像很多女人说为什么要生孩子 他说我不生孩子 我的生命没完成 对 那如果是一个人把死亡也这样的话 这样面对死 那这个恐惧感就不一样了 是死如生嘛 对 他认为死是整个生命现象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总结 这是石铁声说的 是一个总结 是一个对你整个生命的一个总结 没错 因为我们现在呢 无法从个人的爱好上 你要从个人的爱好上呢 我们就 比如说让你填表 你看你愿意活多少岁 我会 他允许我填多长 我就往长的填 是不是 我不会往短了填的 您说这个还真是最近韩国有个调查 就是说你愿意活到多大罪数 我跟你说相跟我们想象的不同 相当一部分韩国人呢 不愿意活到很大 也比如说一般的说 活到70岁左右 我觉得差不多 我就是很多人说我不愿意活到80多 甚至是更不愿意活到90多 他的理由就是说生命质量不行了 对 然后呢会成为子女和社会的拖累 慢慢的就不愿意 你要真正让他选择 可是我跟你说 我还有一个老师跟我讲过 他说啊 他回家去看他的父母 他说你还别说 为什么他说这个安乐死啊 或者说什么 这个东西应该慎重啊 他说你听道理啊 听的是很明白 他但是人走向死亡啊 是很具体的 你我们不知道一个人真的到最后时刻 你会不会反悔 你是怎么想的 他就说 但是我就每次回家看我的父母 他说我的父母已经很老了 身体很不好 活得在我看来就是个负担 就是个痛苦 可是我看他们两口子吃早餐的时候 他说那个真是多吃一口 他们都是人生的幸福 他说你你你怎么想 人会活到想活到最后的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徐老师 去年生病的时候也在想 因为那个时候说 反正也理论上也有死的可能性 所以就在想我的生命 假如现在完了 我会怎么怎么 我总觉得有太多的事情没完成 所以我非常佩服王猛他这种心态 他有很多事情 要我我就过不去 我就觉得我会 我不会那么想得通 你知道前几年 原来的中国作协的主席是巴金 中国作协主席是一个很高的位置 那巴金去世了 很多人觉得 应该是王猛做作协主席了 可是那一年上面有规定 我忘了多少 就是说年份 就最高应该是多少大 而这个年份 他就是比王猛的年龄小一岁 你知道吧 不是小一岁 但是要求七十岁以下 七十岁以下 我当时已经是七十几岁了 七十一 七十三岁了 七十四岁了 七十三岁 就是像我这种小人 我就会为了这种事情生气 人家没事 人家没事 所以这真是要学习啊 不是 不是 这个 我觉得一个人呢 他总是活在 限制当中 对 限制当中 另外你总有对自己 还有点把握的事情 比如说 我也还写过很多的文字 我也说过一些有用的 或者虽然无用 但是也还有趣的话 你如果你有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些信心的话呢 你就不会太在乎 你把每一件事都在乎 那你受得了吗 那你比起有些人来说 你在某些事情上不够幸运 你比起另外一些人来说 也许你就不知道比人家幸运多少 但这种调节 它的背后的大前提都是我们现实的人生 都是功啊利啊 都是在这方面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 反一个角度在想 是不是 我临时得找一个什么宗教 会不会到 走向那个世界的时候 我的心会 心境会更好一点呢 因为我在想 我们要回想的时候 我的参照系 还就是文化 文学 政治或者是爱情等等 所有都是红尘中士啊 这个 你说宗教这个呢 我倒是 有一点体会 就是那个在上海文会报上 在你们上海 那个 杨兰呢 写过一个一篇文章 就是他 采访这个克林顿 在克林顿 已经不当总统 下来以后 但是上海是不是出了他的这个 克林顿的自传呢 是什么 有可能 他过来啊 还签名啊 还参加了一下 就是这个推销的活动吧 因为克林顿 他连着做了两次心脏的手术 他bypass 大桥 而且他的年 他年龄并不是很大 现在也不过才60多 对 他当选总统是40几岁嘛 但是他那个健康状况很差 他健康状况不好 当问到这个的时候呢 克林顿 他是这么回答的 他说 即使我现在死了 我的年龄 已经超过了 我们家族的平均年龄 就是他们那个家族的人嘛 寿命都没有太长的 他说 因此呢 我是非常满意的 我非常感谢 是感谢上帝啊 感谢这个 就是 都是充满了感恩的心情 这个我看着挺奇怪的 因为我想啊 我们 我们这个 中国人呢 我们是非常重视长寿的 俘虏兽 是吧 这个兽兴 然后我们有这个 什么吃人参 吃 吃狗旗子 吃什么各式各样的东西 哎呀 都是要追求这个长寿 说我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人说过 说如果我现在死了 我也很满意 我也很 哎 这个也不容易有这种心态 这也是一种心态 中国人里的故事是什么 有一个说法说 袁世凯称帝 其中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家族的人呢 都没有活过五六十岁 就是也是短命史啊 他的这个先人 所以有点急 你知道吗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